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 对华为公司、华为设备美国公司、香港天通公司 又称信通、以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四个被告提起23项刑事起诉 华为及孟晚舟被控的主要罪名 包括银行及电信欺诈、妨碍司法、以及窃取商业机密 外交部立即回应称 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 不要发出正式引渡请求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博、罗斯、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 国口安全部长吉尔斯·腾尼尔森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一同出席的发布会上宣布了起诉于引渡孟晚舟消息 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说 今天我们宣布对华为及其同伙提起刑事诉讼 四名被告涉嫌犯下20余起罪行 以及计划在1月30日期限前 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包括孟晚舟等被告 涉嫌欺诈及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具有13项罪名 窃取一家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细分为10项罪名 起诉书称 华为在和其两家分支 机构Loyal Device USA Skycom Tech的关系方面 向美国和全球银行提供了误导信息 以达到和伊朗保持生意往来的目的 起诉书还指 华为从2012年至2014年 企图窃取美国公司T-Mobile 用于测试智能手机 耐久性的技术 当后者威胁要起诉华为时 华为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 即日视频在烧造前的视频中引述的 华为窃取美国通讯运营 商业Mobile的TAPE技术 该技术通过使用机器人模仿人的手指 以测试智能手机 美国司法部称 华为工程师违背保密协议 秘密拍摄TAPE的照片 对机器人的部件进行测量 甚至窃取了一块部件 而在正式的起诉书中 给出了最新证据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收到的电子邮件显示 华为在2013年7月 向成功从其他公司 窃取机密信息的员工发放奖金 其诉书的另一项指控称 华为在2017年获悉美国 对其展开调查后 试图将了解伊朗业务的证人 转移到中国 以避开美国执法人员的调查 并试图销毁相关证据 此外 华为及华为设备 美国公司则被控串谋妨碍 纽约东区大陪审团的司法调查 孟晚舟被指控涉嫌银行欺诈 电汇欺诈以及共谋进行银行和电汇欺诈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 公司实体如果被定罪共谋和企图进行商业秘密盗窃 最高可被处罚500万美元的罚款 或者被盗商业秘密价值的三倍金额 以较高者为准 如果是被定罪电汇诈骗和妨害司法 最高可被处以50万美元的罚款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美国针对孟晚舟的合谋欺诈多家金融机构等指控 美项指控最高可判30年监禁 另外被指控违反美国制裁令 最高可被监禁20年 并罚款100万美元 据了解 电信欺诈罪如果被认定 一般案子的被告最高将会被罚款25万美元 最高刑期是20年 对金融机构的欺诈罪 最高可判罚100万美元 最高刑期30年 电信欺诈罪只设定有最高30年徒刑的刑期 但是没有设定最低徒刑刑期 如果孟晚舟同意 电信欺诈罪可以通过罚款来解决 孟晚舟从被加拿大拘捕到保释 中共不惜代价 先后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 在中国和加拿大外交危机升级之后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林两次之招孟晚舟 称美国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存在缺陷 遭到加拿大总理解职